因為你在前面上中 你不能完全阻斷沒有吃 所以靠後天的保養就非常的重要 仙人掌這個植物 其實在沙漠之中 為了要耐寒耐汗 它的葉子成為增狀的 防止水分散失 可是主要的水分保留是在精的部分 有85到90%以上的含水率 其中它裡面的營養成分 包括維他命E 或者是多酚物質都非常的高 尤其維他命E 抗氧化能力強 所以現在非常多的商品 會有一些成分 代入到這邊就是強化我們的肌膚 在我們的皮膚上面就插了 隱形的防護罩 可以建立我們的屏障 避免它造成製油肌的危害